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长期被父亲锁屋内的新闻在网上引起渲染大波 为什么一个父亲要将亲生儿子锁在小黑屋中呢 照片中的小孩名叫多多 今年还不到三岁 他渴望而哀怨的眼神刺痛了每个人的心 他的指甲中都是泥垢 指缝间还有丝丝血迹 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的父母又在哪里 寻情小组按照新闻中提供的地址 来到株洲市太西社区 多多的父母已经离异 春寒乍暖 多多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 他们就住这里是吧 对对对 每个人都要看到 看多多还要从这边穿过去 对对对 从这中间穿过去 孩子情况不止了吗 他锁在这可不行啊 对 主要是心理上 对 多多 多多 今天 他就一般都是被锁在这里 对 将近有一个多月了 他在吗 多多 没有回应啊 好像没人啊 我看 好像今天没带人 多多的父亲是株洲版地人 只有多多一个儿子 那么他怎么忍心将两岁幼儿锁在小黑屋中呢 此时多多并不在屋内 他又会在哪里 黄主任说 多多不是被爷爷奶奶接走 就是被妈妈接走 既然多多亲人都在 却为何要被锁在屋里呢 透过铁窗 我们仔细地看了看 多多曾经被锁的地方 我看那边那个门锁的 就是这个门一般都是这样锁的 对 一直都是锁的 人不在可以这样锁的 外面还有门 外面还有门 对 还有哪扇门啊 外面还有一扇那个铁门 那边是吧 对 那边 然后外面它那个院子还有门 院子门白天是开的 这都是些什么呀 这么多垃圾 这是应该就是多多每天那个一日三餐要吃的食物 对的就是这些啊 嗯 他不是吃 包着馒头吃那些 对对对 他就扔在外面 昨天我早上来看的时候 昨天 因为天气气温比较低嘛 他这种手的 手的那种温柔 全部的东西离开了 巨蟹眼穴 所以我当时看着他 他一看到我的就马上跑过来 跑过来就转个窗子就叫 看到我那个眼神 我觉得真的好苦恋的 然后我手的 东西学的 马上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 带东西过来 把手去理好伤口 屋内一片杂乱 地上黑印斑驳 多多大小便 全都在屋内解决 阵阵刺鼻味道飘散出来 窗外散落着各种食品包装垃圾 多多爸爸在外面跑磨的 只有每天中午会过来送饭 多多吃了就把垃圾扔在了窗外 前几天天气冷 多多手被冻裂 还是社区工作人员来给上的药 那么此时的多多究竟在哪里 多多的爷爷奶奶家 就在这栋楼的二楼 那么此时多多会在那里吗 只有一墙之隔的爷爷奶奶 为何任由自己的孙子 被锁在屋子里呢 多多妈呀 多多爷爷 多多爷爷 多多呢 这事 多多呢 那 多想去做什么呀 那课 你让我干吗 那 多想去做什么呀 嘛 我都不说 多多 我来 咱们出去看 我家的妈妈 这个事情还不够大一年 你 多多的老人可以打算打算 我可以打算打算 此时多多并不在爷爷家 多多刚出生时 曾由爷爷奶奶照顾 为何现在两位老人对多多置之不理呢 多多的家庭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背景 多多 老爷 我姨姨 多多 我别在那里 我担忌不住 我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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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阿姓的也是生姬 你妈妈 那我生姬子的认识吗 我留下话是一遍的 我举个我开刀 我老婆在开刀 我哪个字举个就要刷车 我晓得我愿意 我还举着两车 我开刀 你现在生姬也不是我单独的 单独的 我老婆是你身边的 可是我人都是喝酒的 我老婆是咬都不知道 多多爷爷奶奶都已经年过八旬 去年二老分别做了一次手术 如今自顾不暇 更别提有精力照顾孙子了 更重要的是 多多爸爸的言行 彻底伤害了两位老人的心 多多爸爸殷华盛是家中幼子 上面只有一个姐姐 从小被父母浇灌 养成了她自私又没有责任感的性格 与父母只有一层之隔 她却连父母生病都不来看望 那么此时多多会被她带到哪里去呢 多多的母亲又是什么情况呢 就在这时 楼下响起摩托轰鸣声 是殷华盛回来了吗 这就是多多是吧 多多你好 这就是多多是吧 哈喽阿姨 你好 真的观念你看摩托载的 看着多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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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宝贝 绿豆皮 谁给你的皮 叔叔还是阿姨给你的皮 宝贝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宝贝 今天开心心了不 今天开心了不 今天开心了不 出来了 终于没有把多多关起来了 是不 今天到哪儿去了 是不是去妈妈那里了 妈妈咧 眼前这个目光无神 反映迟缓的男孩就是多多 在他身上 有着不符合年龄的麻木与冷落 父亲因华盛 为何忍心将多多 独自关在小黑屋 多多的未来 又要怎么办 我都没这功能 我的心里就没把妈妈关你 还关你这不切 怎么办 是不 我妈在哪儿 我妈在哪儿 我妈在哪儿是你的宅 你宅怎么样 你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依不来 对不 我看你爹要关在那里 那时候绝不得更难的 却是个活 他贴不带自己人 是不 你作为父亲的来干净 我觉得你还是 在这边也在这边 在这边的困难 这个客户 都朝你时间带 是不 他爹的你现在 根本就忙着你见到活有的 我打的我不能打 我能接 你能接 我不能接 我打的我自个 我收起来 你把你带我 还是想哪儿吧 老婆是确定接 你别的大也好 还是等一月也好 都可以把我行 你给我关我 他这小子真正关 你这鞋子 你怎么鞋子是什么样子呢 跟双方安静 你双方安静 你双方安静的 都好忧郁的 多多爸爸不顾小孩子在旁 烟不离手 吞云吐雾 可是即便他经济有困难 也不能将两岁幼童锁在家中 多多爸爸是这样的状况 多多妈妈又在哪里呢 你双方安静了 他妈妈先接他点 多多 他挺大的 他对这个孩子是什么想法 他对这个孩子是什么想法 他不可以用这个 在法子就用鸭签 一样吧 那不能鸭签 明天要什么好大 上次就别了 明天说不得 没得上不去鸭签 多少钱一天 那两天要不鸭签 人都拿好鸭签 多少钱一天 要得上不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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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吧 原来 多多今天就是去了妈妈那里 妈妈给她洗了澡 换了衣服 可是一旁的奶奶却说 是因华盛给了她钱 她才照顾多多的 这究竟是真的吗 多多的父母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这 你们现在真是跟 幼儿园 跟监西 都去不好还是不呢 好吧 好 好 好 哎 哎 我是告诉哪个人 蒙子 蒙子 你把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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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两个的事 你脸是离分的 离分的那个敷衍绝 都是你 我不是你大个的事 你两个的事 你脸是什么的 这些事的问题是她的婚姻啊 她是什么的 你不想要他再来死 多多父母离婚时 多多的抚养权归了父亲 可是 为何多多爸爸不愿照顾小孩 还要要这个抚养权呢 为何二人已经离了婚了 她还将责任都归咎到前妻那呢 夫妻二人的婚姻 究竟有着怎样不能说的秘密 多多能否有一个美与好的未来呢 我们都说 不是 降溟了 你还愿意进到那个屋子里去吗 对 moic 宝贝 宝贝 黄主任曾多次给多多送饭, 所以多多见到他就钻到他怀里, 甚至对着他喊妈妈。 两岁的孩子看着父亲的眼中竟然有了仇事, 家庭的不幸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可是为什么连陌生人都对多多关爱被知, 而他的父母却忍心对他不管不顾呢? 多多母亲看到儿子被锁, 却依旧将儿子丢给父亲, 他的心中又是否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呢? 社区的黄主任告诉我们, 多多的爸爸殷华盛今年48岁, 多多的妈妈李杰37岁, 两人2010年底认识, 认识不到三个月就闪婚了, 2011年的时候, 两人生育了大儿子杨阳, 2014年生育了小儿子多多, 2015年, 两人协议离婚了, 大儿子归李杰抚养, 小儿子归殷华益抚养, 双方互不出抚养费。 那么为何如今殷华盛却把责任都推给了李杰呢? 两人的婚姻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多的未来又要怎么办呢? 结果几次婚? 结果三十五年。 你和这个老婆是怎么认识的? 不是怎么认识的, 别人都在家, 是吧? 就两个人谈了, 我请她吃夜餐, 第一次我就请她吃夜餐, 后来又请她吃夜餐, 我也喜欢她明镜啊, 她比我想最任何的话, 喜欢她明镜啊, 我就平之类的。 她比我想了十个快乐, 我比她大, 十个快乐, 对吧? 因华盛有过三次失败婚姻, 认识李杰之初, 她就被李杰身上的青春气息所吸引。 当李杰同意和她结婚的时候, 她的内心洋溢着难以表达的喜悦, 还以为是李杰真心爱上了自己, 没想到, 自己的婚姻从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 她因为跟婚姻派了一股过的运营了, 她说她打过的地方, 她说把我都拿不散了, 她说, 我也不知道她发的运营, 她在全都来的, 全都活着来的, 她派到她衣服袋子, 她让我就接她。 然后你是后来怎么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这个孩子一点都不想过, 就是正式跟我吵架了, 我就发现干涉的把这个儿子给做青春感念看到底是不是我的人的, 做青春感念跟我一点学业关系没有, 不是我的人的。 殷华盛有一个女儿, 当李杰为她生下大儿子杨阳的时候, 她无比的兴奋, 可她慢慢的觉得, 杨阳为什么长得一点都不像自己, 于是殷家父母偷偷的带着孙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杨阳竟然真的不是殷华生的亲生儿子, 这让两位老人大发雷霆, 吵着要让两人离婚, 可是就在这时, 李杰怀孕了, 这个孩子就是多多, 那么多多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呢? 当时家里我怀疑说这个多多是不是你的, 因为第一个儿子不是你的吗? 对。 当时我怀疑多多了吗? 我们的娘子也抱着一天, 要我到场所相约, 结果是怎样? 结果还是我的人, 还是我的人, 是我的人, 多多。 鉴定结果显示, 多多是殷华生的儿子, 可是, 他的出生并没有修补好父母破裂的婚姻, 父母给他取名多多, 就预示着他的出生是多余的负担,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他并不应该承担父母所犯下的过错,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 多多归殷华殷华殷抚养, 他必须要承担起照顾好儿子的责任, 那么殷华盛对于多多的未来, 究竟做何打算呢? 我今天就碰了, 整理时间一会儿, 我昨天托到来, 费多块钱, 有个托到来, 整个几块钱, 我每天要几十块钱, 你找人来, 你看我十多年, 你又在哪里了吗? 我吃得摘药不, 我每天吃饭要五六十块钱一天, 你怎么吃饭要这么多钱? 我要吃盐了, 搓盐? 吃饭不是五六十块钱, 塞饼没有啊, 你可以少抽点烟, 给点儿子, 留着给点儿子, 我这个也是个执事人, 我也不是骗子, 有就有, 没就, 多多是不幸的, 他没有选择地出生在一个破碎不堪的家庭, 他的父亲又是如此推卸责任, 没有担当, 一个男人网顾亲生儿子的安危, 那么, 现如今, 多多的母亲李杰, 到底能不能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呢? 李杰,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附近的邻居是否知道情况呢? 他妈妈经常来看小孩儿吗? 忙哩, 忙哩, 要进去吧, 你偷吃去, 我自己不知道可以看, 没钱就不出来看, 只看等到书上不得, 给等一扫尾, 女儿的饭是从那儿搞得了在乡的, 这边是在乡的, 我们不是真正到过来做习乎的, 这个分了, 那个夫妻, 这个分了, 那个, 什么叫, 等女儿的困了, 还要紧了, 八块钱要了, 那儿来过我们的了, 林居们说, 因为华盛做事拖沓, 又不爱整洁, 而李杰不但小他11岁, 人也长得漂亮, 邻居们纷纷怀疑, 李杰最开始嫁入殷家, 就是目的不纯, 生下多多, 也是另有所图, 殷家家里有一套三层的楼房, 父母只有殷华盛一个儿子, 那么, 李杰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第二天, 寻情小组接到殷华盛的电话, 说李杰来到了殷家, 这个眉情目秀的女人就是李杰, 她麻利地收拾着卫生,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 一进门, 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地上黑乎乎的都是屋子, 难道李杰就忍心自己的儿子, 生物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现在是在帮他搞卫生, 没办法了, 把他收拾一下, 不要把这被我吃掉, 这小孩子要坐在这里, 我就是看我小孩子要坐在这里, 如果我小孩子不坐在这里的话, 怎么样了, 本来就是他爷爷, 我就是说你年纪大了, 就70岁了, 是吧, 但是你每天你自己也吃饭, 你搞点饭, 搞点给他吃一点, 你不会死人不, 对不对, 他们家这里都没有, 不需要好人了, 他爸爸前面一生了个女人, 就是说我生我这个小孩子, 就想到他们家来偏钱偏财产, 怎么样, 我说他们家有什么财产了, 然后后来我就死活, 要跟他爸爸离婚, 我把你归迷了, 你就不会说我来偏财产了, 是不是, 李杰的口气中充满怨言, 他觉得自己离婚, 多多没人带, 都是因家爷爷奶奶的责任, 可是老人家本就没有义无带孙, 为人父母, 无论条件有多艰苦, 都应该有照顾小孩的责任与担当, 而不该只考虑自己, 我看他今天活泼了好多, 就是比昨天, 他本来就活泼了, 他又不傻, 就是没有人带他, 没人理他了, 我要上班, 我是说, 好脏啊, 老妹, 这个脏子发不死了, 臭死了, 快点, 他其实对室内, 对一些人, 什么他都是有认知的, 他知道, 他都知道, 今天我们再见多多, 发现他明显活泼了许多, 我们希望李杰与殷华盛, 能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 多考虑多多的未来, 那么,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多多父母, 各自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因为怎么经历年, 还是能经走回来, 新闻是怎么办, 就每天走过来自己那个嘴巴, 天天在外面磨着, 就送开来, 就自己吃伙伴, 抽烟吃冰朗, 买那个马呀, 买彩票就有钱, 小孩子都一二元就没钱, 那你看你, 说个父亲你要怎么表态呢, 那天都没有他, 他把他送掉算了, 你送到你是一期罪了, 你送到你就是一期罪了, 你要想清楚了, 为人父母天下至善,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更何况殷华盛, 正直壮年, 他有抚养一个小孩的能力, 而不应该一味躲避, 那么, 他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呢, 然后你又说我演一个, 他才要演这个, 我说这个你最好就不要演, 也不要做性质监定, 我把他带着就算了, 你就当做没养他一样, 是不是, 或者当做他死了也可以, 然后他们家, 他妈妈就要做性质监定要了, 你看要的就这样子, 说到底, 殷华盛就是一个想永远活在父母羽翼下的人, 刚离婚时, 还有父母帮他带小孩, 可是如今父母身体抱恙无法带孙, 他就狠心将儿子锁在屋内, 养育子女是一份长久的陪伴, 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看到殷华盛一味推托, 一旁的礼节, 十分生气, 你要怎么搞, 生意怎么搞的, 你这么多鬼子样子, 还把你给他撒, 没这样,没这样, 小孩让你抱一下, 你都不愿意接啊, 就从个反应就算了, 这个事情, 他不要,我抱了, 我抱了, 你手都没伸出啊, 你说的肩膀呢, 不是脑子, 不是脑子, 我告诉你啊, 他就是天, 把他说到家里, 都没得理他, 他就不要你了, 当着多多的面, 父母两人相互指责, 相互推托, 多多送到了殷华盛面前, 他都迟迟不肯伸手抱儿子, 而多多一到了父亲怀里, 就放肆挣脱, 如果多多跟着殷华盛, 一定会影响他的健康成长, 那么,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看得出, 李杰虽然关心儿子, 可是却似乎满腹心事, 充满顾忌, 他的心里, 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言, 其实, 我以前最开始找了一个男的, 第一个钱说, 是厂商, 那时候我在厂商都做嘛, 都说我一直在打工, 打工说了就论死了, 论死了, 然后那个男的也是, 自己找的, 也是我自己要死要活的, 比他比我大过六岁, 后来也是, 就是在我怀孕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都七八个月的时候, 你都不晓得了, 就打就说,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男的嘛, 他在外面就跟他, 一个做小姐的, 一个女的, 然后我也是, 我也是脾气好妈的, 未来这个事, 我第一次要吵着, 就会跟他离婚, 你们不可能在一起, 中间我们一直也没在一起, 也没离婚, 坚持了四年多, 也一直没离婚, 我一直离婚, 就等到第七年的时候, 运势不行了, 然后打了打电话, 我们两人去找我, 是回去了, 就是为不为, 因为我们结婚吃不都没有过, 他没给我买过一年, 我就这么说, 我说你给我一万块钱买首饰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没买过, 我打说可以, 一万块钱给我买, 回现了什么东西啊, 我说的好好的, 结果后来他回去, 以后没过一个月, 就这样卖大不同的什么, 他已经不离, 对我也不离不采了, 到时候我说, 就是因为钱, 还是把钱开了第一是不是, 什么都不是为了, 让我回去什么什么样, 都是假的, 李杰说, 在青春年少时, 就经历了一次痛彻心扉的失败婚姻, 他和前夫也曾有着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 最终, 却还是要面对婚内出轨, 从那以后, 李杰更加清楚地意识到, 钱对于他的重要性, 难道他最初嫁给大他十一岁的殷华盛, 也是怀有目的, 多多, 真的是他婚姻里的筹码吗, 在你的意识当中, 从最开始到后面, 钱对你来说都是有点重要的, 你说像我们这种人来说的, 没有钱,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父母都有这些工资, 而且房子也房子出租, 都不用我们操心了, 他妈妈说的还挺好笑的, 他说包括他们以后死了, 安葬费还会有一笔安葬费, 他说怎么都不要我们管, 那时候想的我觉得也是, 那时候因为自己, 我们这里面三十岁, 所以说年纪大了是不是, 就这样子就,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接受了他, 年纪比你大那么多, 而且有没有什么, 是啊, 就这样子要过来过来, 所以现在想这些事啊, 对于李洁来说, 殷华盛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结婚对象, 殷华盛是本地人, 家中有三层楼房, 父母也有退休工资, 但是李洁在和殷华盛交往过程中, 又和别的男人有越轨行为, 这一点本身就有为道德, 尤其是大儿子杨阳, 并不是殷华盛的, 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殷家, 那么现如今, 多多对于李洁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是否对儿子的未来, 有所打算呢, 现在我那个大孩子, 我妈妈的也是, 我妈妈的也是, 我每个月以前都会, 那时候在那边这么是一千八一块钱, 每个月给他寄一千多块钱, 然后自己有几百块钱用来交房子费什么的, 因为小孩子在那里不出, 交姐费每个月也要三百块钱, 然后我妈在那里也要房子, 因为爸爸还是, 我同样给他认生, 我背十八的钱是我, 我就是现在最后, 我就是不该把他扶下来, 就是爸爸, 爸爸扶下来, 快点他扶下来, 还是我, 李洁有着现实的困难, 大儿子杨阳要扶牙, 可是, 这些都是李洁自己造成的, 小孩子不能对大人的过错行为买单, 现在只能看怎样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那么,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有父有母的多多, 能找回属于他的幸福童年吗? 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多多是超生的孩子, 不符合我们相关的规定, 所以英家没有资格申请低保, 多多被锁在屋内的时候, 社区的工作人员也都会给他送饭, 并且联系多多的父母, 积极协商解决问题, 可是这些帮助并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多多还是需要父母的陪伴才能够健康成长的, 即便夫妻的感情已经不在了, 但是二人也要同心协力, 抚养孩子健康成长, 这才是为人父母的职责, 如今多多的抚养权在英华盛这里, 可是英华盛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那多多的未来要怎么办呢? 你住这里是吧? 对,这是我住的房子, 住在这里的是吧? 嗯 你离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吗? 在这里有三年了 三年 离婚了 就在这里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一个月三八五 经过了几天的喧闹, 李洁心里还是对多多放心不下, 昨天就把多多带到了他这儿, 这个不大的担间, 就是李洁在诸州的容身之所, 屋内没有窗户常年阴暗, 厨房是公用的, 即便如此每个月三百的房租, 对于李洁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生活的艰难还远不如此, 挺好听话的嘞, 最棒的嘞, 最棒的就是英多多, 好了, 这是变得好糟了是吧? 你走了, 出去了我, 我就不跟你玩了, 我还要说, 走了, 我走了, 好了, 我走了, 宝贝宝贝, 摔倒了, 好吧, 好吧宝贝, 宝贝, 一个不留神, 多多就冲出了门外, 李洁说, 多多似乎是被爸爸关怕了, 现在性格变化很大, 他看到儿子如此, 内心充满了内疚和不安, 把鞋子搞好一点呢, 来了好, 又哭, 又哭了, 好棒的, 好勇敢的, 小姐, 你不下来了, 啊, 看到小孩子这样, 你好心疼的是吧? 就没事的时候, 谁都会心疼是吧, 即便多多吵闹, 李洁也舍不得对儿子说一句狠话, 在他心里, 儿子造成今天的后果, 也和自己的过错密不可分, 他温柔地看着儿子, 时光悠长, 他也希望儿子能健康成长, 那么, 面对如今的状况, 多多的父母, 究竟做何打算呢? 当天下午, 寻情小组将二人约到居委会, 进行调解。 我都说了, 你想要做个小孩, 我有时间的话, 我随时我都可以带着他, 我晚上三百三点三点钟, 我眼中, 我白天睡什么, 我叫我, 我愿意看着他, 带着他, 他就是不愿意送到我那里去, 因为他做了什么鬼事情, 你不愿意吗? 他锁在家里锁着都好, 尹达哥, 你不愿意吗? 我跟他离婚啊, 我跟他拭目一弄, 我跟他拭目一弄, 在殷华盛眼中, 多多是他唯一的儿子, 只要多多能在他身边长大了以后就可以了, 可是, 多多现在缺失的是关爱与教育, 既然礼节提出, 白天可以带多多, 殷华盛如果不同意, 那么, 事情又要怎么办呢? 你上午看我一层饭了, 这这还无, 我干嘛, 你再慢了, 我就是, 我就是个识明啊, 你看看来, 我这什么, 我跟他拭目一弄, 我拭目一弄, 我拭目一弄就去买买几块钱, 我买点菜拉脚, 我说我就煮饭, 他就是来出外面吃点菜, 郭思琴干嘛, 你们都, 你给我给他拭目一弄啊, 你给我在这里留着, 四个拭目一弄, 你把你拭目一弄啊, 郭思琴啊, 人机两个拭目一弄, 人机两个拭目一弄, 他找跟你圆我了, 人机两个拭目一弄, 他都欠给你了我了, 我, 因为一点钱, 多多爸妈又争吵起来, 这时, 多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拿手使劲拍打着父亲, 看得出来, 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爸爸已经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 而此时的父母二人, 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华盛觉得, 李杰此时提出愿意带多多, 完全就是因为钱, 那么, 李杰的心里, 到底有着怎样的考量, 我说他的心要是做你, 如果他不要, 他不愿意带多多, 可以, 他跟我来, 把他再给我, 我就回我这么来, 如果他要一样的话, 可以, 我又跟我愿意带多多, 我说他的态度, 因为他在以后的一天, 乔房要好的钱, 做房子要好的钱, 随便要好的钱, 再来算算, 我给你们来算一下, 我给你们来算一下, 现在一位呢, 我跟你讲, 我听的意思了, 你不带, 你鼓励就是在放弃服务员, 我给他, 放弃服务员, 那么就是跟, 新儿子给你一句话, 他干的一句话就是, 新儿子在来怎么这么干, 要拖了干吧, 嗯, 第二个意思, 是你他不送业工, 你每个月, 给一部分费用给他, 他上不了班, 我们来, 你不议选择吧, 好, 此时的殷华盛与李杰, 都在心里各自打着小算盘, 殷华盛不想出钱, 又想当甩手掌柜, 而李杰愿意带小孩, 却又碍于经济困顿, 想让钱夫出点钱, 双方其实就是为了钱, 而协商不成, 殷华盛听着李杰的提议, 久久地沉思, 那么,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朵朵, 能否有一个, 温暖的港湾呢? 你看, 鞋小来, 有别的这么的凋子, 你以努力, 你愿意带去, 帮你帮上去, 帮你帮我圆决, 你怎么在里街上, 她的幸福怎么高 妈妈 她的幸福怎么高 我跟她没有关系关系 可以不了 现在她的母亲 刚刚说说可以 小儿冠军给她 你又愿意不了 好 愿意不得了 不高 谢谢她看了 不愿意了 不愿意到发育点 就走到发育点就是的 还走到玻璃什么意思呢 妈 你就说了你了 你从玻璃是实不说啊 你脖子是从里面走的 就妈说了 你要关系后才不厉害呢 经过了好久的考量 殷华盛还是决定 不要多多的抚养权 我国婚姻法规定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 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如今 殷华盛不要多多的抚养权 那么就一定要出抚养费 你每天住进跑摩 你也能挣来几十上百的 你出点生活费给儿子又怎样 虽然说她是她的妈妈 这两个月她是家的 为什么她说她 当时是她养了我 她说我没养肯定 是吧 你对你儿子好 她自己心里少了 我还没看得到她的孩子多了 我走 我自己刚才先走 你要再到发育养 你想走啊 好 我自己心里应该 你不跟你走 今天是你记得 今天是你记得 好 你还能找钱 你帮她再看好 在发育养费养权之权以后 帮她再看好 知道你一毛都不行 我给你干嘛 帮她再看 殷华盛就是一个想不劳而获的人 如今 李洁愿意承担多多的抚养问题 如果殷华盛一直不出抚养费 那么李洁就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是 这时李洁突然提出 在变更抚养权之前的这几天 多多还是由殷华盛代 看到父母像踢皮球一样对待自己 多多仿佛都听懂了一样 大吵大闹起来 我们知道 李洁的心中有气 可是 难道她就非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折磨自己 折磨多多吗 拿着折磨 押磨 如今 父亲家似乎成了多多心中 一个难以抹去的阴影 她不愿意回去 她拉着母亲的衣角不肯松手 大声嘶吼着要跟着母亲走 这一幕看得让人心碎 难道李洁就要如此狠心 硬要把多多丢给父亲吗 我这个我不跟你说 虽然我现在过得这么严发的能够事情 随便打吧 她不要就不要 我没关系 反正随便她打 他刚刚她一打的时候 她不要打我们去 她不要打我们去 不要打我们去 我妈的一公子不得一 当时该走的法律分许都我们还是 带着都抱着走一遍 是吧 你不要打 我里两个都要 你刚刚都要称呼行 你要吃的也不要吵架 你打起她 你得都不限百分比 不要 吵架我的鸭菜 生活总会有苦难 可是父母应该撑起孩子的一片天 尽量让孩子生活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 李洁最终决定带走多多 她说她会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抚养权 是这样的 男方和女方首先可以协商解决这个变更孩子不安全的情况 但是如果男方不同意的女方可以起诉到法院 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男方不符合或者不适合单样小孩 比如说我们法律上所规定的是比如说有一帮中病有恶习 或者有虐待孩子的这种行为不适合孩子的成长 反正的话一般会综合考虑这些情况的变更 孩子的并居 这把军园里是吧 这是幼儿园 她读书来 你在家里不 好吗 你关起来 那就读书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杰把收拾异性的多多送到幼儿园 她希望多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健康快乐 我们看得出来李杰其实很爱多多 可是生活的不易却让她一直在退缩 这一切都是源于她不幸的婚姻和窘迫的现状 我们希望每一对父母都能清楚地意识到 为人父母的责任 父母是子女一切严行举止的启蒙老师 父母应该陪伴子女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孩子不是父母婚姻失败的诱因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大人的不幸强加在子女身上 我们希望未来多多能够在妈妈的关爱之下健康成长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